疫情严峻 本土佳麟在破崩 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了一例本土确诊个案 是一名80多岁的女性 15号因为发烧腹痛跟腰痛到医院就医裁剪确诊 她的CT值相当高 有39 那么研判很可能感染的时间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这名妇人在过去打过两剂AZ疫苗 而且她的病毒量低 所以指挥中心就研判了她应该是个旧案 对社区的影响不大 至于感染组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宜君表示 说这个个案它可能是在前一波的本土疫情当中感染 国内本土家民又破功 16号新增一名确诊个案 但非来自防疫旅馆 也跟中医院个案无关 证明案16882 台北市80多岁的妇人 15号因为发烧腹痛到诊所看病 医生建议到大医院治疗 没想到入院裁剪时被验出确诊 CT值39 N蛋白抗体阳性 因此研判 市就案 已经接受两剂的AZ疫苗 匡列接触者两人列为居家隔离 个案完整接种过疫苗 却还是染疫 再次裁剪CT值来到42 虽然病毒量低 但目前也已经匡列接触者进行隔离 不过服务人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 感染源为何 是否代表社区 还有其他未爆弹 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 我们先前的本土疫情当中 曾经感染过 被验得到的病毒 一般俗称叫做病毒的尸体 传播的风险不高 那我们巡列还是进行疫调 就案可能性高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 有北市议员更惊爆 直及中山区某防疫旅馆 疑似又有裁剪车进驻 防疫人员跟全副武装 打算要把隔离者给载走 只因又有防疫旅馆沦陷吗 但是后市府澄清 只是在进行一般的裁剪 闹了大乌龙 班头确诊再加一 难免让民众先驾驾 就好像在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